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时至今日它的事迹也是广为流传 然而在外国也有一头非常出名的猪 人称猪加索 看名字应该就能猜到它是靠什么出名的 猪记得毕加索嘛 这头猪有极高的绘画天分 甚至比一些二三流的画家还要厉害许多 随便一幅画作就能卖到几万元 看它画画的熟练劲就知道这一定是个老艺术家了 无论是占颜料还是下笔作画 都不带丝毫的犹豫停顿 整个绘画过程有如神柱 几分钟便可以完成一幅画作 据了解 猪加索原本就是一头被饲养员精心饲养的肉猪 它的命运原本也是养肥出栏后被送入屠宰场宰杀 然而一个女孩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女孩买下了它 并在偶然间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 于是开始有意培养她的绘画能力 这才有了如今的猪加索 不过话说回来 猪加索的画作究竟有什么玄机 吸引着如此多的收藏者争相购买 小编反正是琢磨不透了 难不成她真是毕加索在世吗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